《债卡病毒》 以及农业组织在债卡病毒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及时做出应对 众多联合国机构携起手来 研制出一种能够通过核能技术释放出使雄性害虫丧失生育能力的射线 这项技术被称为昆虫不育技术 早在20世纪30年代 昆虫不育技术的雏形已被拟出 这设计到将昆虫带进实验室 并将它们进行大量培育繁殖 之后通过诸如伽马射线或X光的照射 从而使雄性个体绝育 在位于奥地利塞贝斯多夫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害虫防控实验室里 50年来在昆虫学家们的研究下 这项技术得到不断的发展与改进 这里的成千上万只蚊子来自三个不同科署 其中埃及伊纹便是一种特殊的种群 它们是债卡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 接下来为更好帮助那些国家防御对抗债卡病毒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向它们提供了便携式检测仪器 从而实现对病毒的快速检测 同时也展开了对受影响国家的科学家们的技术培训 昆虫不育技术将与其他防控技术结合应用 从而帮助各个国家减少文字的数量 有效控制那些微小却足以致命病毒的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